有的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像剛剛那個也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你就不要抓牛角尖 你就舉手跟他問問看沒關係 那這個參考答案每一題都有 在哪裡呢其實也是一樣 在我的那個教學網站裡面 教學網站裡面 我首頁嘛 首頁進來 這邊有個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裡面你就找到 也是05的這個範圍 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 點下去 對 那你就找到參考答案 把它下載之後再解壓縮 儲存 把它存到桌面 或者最好是放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儲存下來 然後下載完畢之後的話 再把它做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這邊就會看到有一個資料夾 解壓縮應該都會按右鍵 直接把那個檔案按右鍵 解壓縮全部 這邊有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解壓縮 其實因為你們電腦可能沒有灌這個RAR 如果有灌RAR的話 第三個就好了 如果沒有灌RAR 就是預設的那個也可以 應該是解壓縮全部檔案 解壓縮之後的話就會打開來 就有WEB1到20 這個是全部都做好的結果檔 如果說你要先了解 做出來的樣子 你就可以打開來 那裡面特別注意 它這個地方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首頁不是 不叫做Index 叫Default 所以呢 你注意一下就好了 把這個打開 它就可以看得到了 看得到這裡面的東西了 這個也要把它允許才可以 這樣就好了 也可以看得到了 那這邊的話我想你們先 畫面先還給各位好了 你們就先把這個地方先下載好了 參考 那其實教學資源還蠻多的啦 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